第一军情作者,志松据环球时报,原引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国防大臣贾文维莲姆森,将在周一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宣布在脱欧后英国军事新战略。 新战略将宣布,英国必须准备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独立报称,英国皇家舰队旗舰伊丽莎白鲁王号航空母舰将它在两个中队最先进的F-35B引申战斗机前往中国南海。 这片太平洋上的争议水域,展示硬实力,威廉姆森将宣布,英国未来可能不得不进行干预,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侵略,并指责这些国家藐视国际法。 并且在重建武装力量方面,政权土重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议员,英国方面会有这样买不讲理,甚至带右抢群色彩的言论,让人非常无语。 南海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早已从历史和法律双重角度被证明,中国对南海岛交集及附属海域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南海九段线以内都是中国的,这是不容许一的事实。 现在,中国和南海相关国家正共同努力,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存在的可能分析,并且已经达成重要共识,譬如以旧南海行为共同准则草案达成共识。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任何外部势力的可能干预都是不受欢迎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以前,关于南海问题,英国的角色主要是打超边谷,帮助盟友美国摇,其呐喊,而今看来,似乎动作有升级趋势,想要充当某种主角,必展现自己的国际地位。 毕竟,一艘航母,加上F-35舰载机,已经是英国能够出动的最豪华军事阵容了,这么拼命地冲到南海刷存在感,甚至养也不得不进行干预。 可谓来是汹汹,严重不还好意。 不过,需要提醒英国的是,自己究竟几斤几两,还是需要好好掂量掂量,免得到时候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的背面滚蛋了,这样会非常丢人的。 同时,还要提醒英国一下,别忘了当年的炮鸡子是英豪一事。 在南海问题上,对于潜在的财狼虎豹,唯一的选择就是导狗豹,在恰当的时机狠狠敲打,否则,有些势力会严重不支收敛,甚至等鼻子上脸。 目前,中国在南海方向的防御性力量建设正稳步推进,根据此前外媒披露,缝空导弹,反舰导弹已经就位,捍卫国家主权完整和领土不受侵犯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同时,南海背靠大陆腹地,空军,火箭军等,都可以第一时间进行支援,后勤不济更不在话下。 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片海域,只要中国愿意,将不会有任何对手。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愿意从最善意的角度出发去解决问题,但如果有人非要多多逼人,那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不容任何唾协和让步,中国也有实力和自信捍卫好自己的国家利益。 英国曾经很强,现在也不算太弱,但前提是,别无事生非,不断侥幸,否则,一定会付出惨重代价,无畏言之不欲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